娱乐圈最是容易起纷争之地 周杰和林心如的舍吻事件一发不可收拾 难道十几年前的事情 如今才开始真正的浮出水面 网友们纷纷讨论不止 周杰两次连续发文正面回对林心如 否认舍吻林心如 强调如果真 他自己为何当时不提出抗议 而是事后算账呢 这样的言论来诋毁合作伙伴 可见人品到底如何呢 而经过老公霍建华机场手指镜头 与近期和周杰的风波后 林心本人也终于不堪重骂 今天关闭微博评论 文章写道 你们骂够了吗 前不久苏友鹏也在采访中 无意中透露周杰当时在剧组抢戏 这果真是和林心如一唱一鹤呢 可是偏偏在周杰怒对林心如的时候 赵薇把这十五条心灵鸡汤 分享出来的 都是教人修心养性的句子 其中第六条被网友认为赵薇在劝解周杰 在微博上不要如此奋极习俗 最好检视一下自己的为人 不过琼瑶终于站起来说话了 近日琼瑶阿姨出来接受采访时 非常正面的回应此事 琼瑶谈及周杰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好演员 他尤其对情感戏和情绪戏的处理 有着独特和复杂的想法 演技也是没得说 甚至可以说是环珠格格里演技最好的一位演员 在采访期间可以看到琼瑶阿姨 对周杰的人品和演技都是有着高度赞赏的 所以他一定是相信周杰的 此外 有合作过周杰的导演也曾说 周杰是一个不喜欢对外界进行回应的演员 因为他觉得回应没有用 言外之意 琼瑶和导演对周杰还是很认可